台湾柔道女将刘丽玲出征清澳 尽管在女子78公斤量级个人赛的复活赛四场止步 不过在国际混合团体赛中仍有扳回一城机会 国际混合团体赛中刘丽玲跟克罗埃西亚 白俄罗斯 意大利以及乌兹别克 墨西哥 委内瑞拉选手分在同一组 由大会取名为北京队对上雅典队 前六位选手拿下了三点 压轴出赛的刘丽玲 面对他在个人赛时输掉了对手 但他努力靠着一胜胜出 最后四比三对拿萨胜利 国际混合团体赛分组方式 选手到了会场才会知道如何分组 目的是为了让青年选手互相交流 打破国籍界限 各队实力分配平均 刘丽玲靠着自己的求胜心 拿萨至胜一点夺得金牌 而这也是台湾选手在清澳的第一面金牌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 结束了 美丽玲靠近